再有廟宇的香油錢被偷 星期三凌晨12時多 警方接獲報案 紅磡警察管理觀音廟的負責人說 回看閉路電視時 發現一名男子潛入廟內 懷疑用鐵尺伸入香油箱內撩出香油錢 然後逃去無蹤 警員到場調查 相信案發在星期二的凌晨時分 將案件暫列爆竊案處理 涉案的損失仍然有待怎麼辦 請願內申請 天然深邦 關心 你 這件字節 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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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